生活不知眼前的苟且,还有读不懂得适合到不了的远方,人生就是这样,有花笑也有泪水,一部分人主要负责欢笑,另一部分人主要负责泪水,你全心全意努力去做,可能还不如别人随便做做,失败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你还不相信这句话,你以为有钱人很快乐吗? 他们的快乐,你根本想象不到,条条大路通罗马,而有些人就生在罗马,最怕你一生碌碌无味,还安慰自己平凡可贵,不要看别人表面上顺风顺水,实际上他们背地里也是一帆风水 喜欢一个人就去表达,万一成被胎了呢?你才二十多岁,没遇到喜欢的人很正常,往后你就会发现,大概是遇不到了,上帝为你关上了一扇门,然后就去洗洗睡了 许多人说选择北上广的原因是发展机会多,但他们说的发展计划,实际上就是打工 你要是喜欢一个女生,就好好学习,找份好工作赚很多钱,等她结婚的时候,你就可以多出一点本子钱 但是之前的话都是毫无意义的,叫你累了就喝喝鸡汤的人,实际上鸡肉都让他们吃了,你只能和糖啃骨头了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